透过构图和颜色体会节奏感的绘画 艺术家苏香珍的绘画依赖自己的视觉平衡感 在不断试验中移动线条位置 调整色彩区块的比例 它并没有像以往的绘画去描绘世界的动荡与变化 而是去描绘了节奏感的绘画 我本身是琴师 以前在二十年前我在各大饭店弹琴 所以说从小学音乐 我希望说把音乐带到画面来 用颜色块面去制造气氛 然后线条来一种旋律点线面的感觉 一种韵律上画面有韵律的感觉 我是致力于这种感觉 然后我这幅六八拍的狂想 它是用立体派去表现一个女孩子弹吉他很陶醉的样子 另外一幅 另外一幅 我是一种实验性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水彩 那水彩它跟油画相较来 它就是比较平面 比较 当然它有很多机理 可是它没有办法像油画有一种好像半浮雕的感觉 不要有凹凸有致 所以说我就一种实验性就是用宣纸 然后用浆上一些植物 然后再来用水彩来抽象 把那个九重格让它抽象化这样子 把它做一种专画 艺术家苏江珍的绘画乍看之下有许多的特色 但由于线条与色彩的比例大小不同与变化 描绘出不同的韵律感与节奏感 运用理性的几何图形来表现一种有系统有秩序的构成形式 但是颜色的方面却出现了感性的表现方式 冷色系与暖色系之间的对比和融合 在平面空间上用散据的方法推动空间感 十方线玩玩推动成以上高雄长毛岛